照片中煮熟的切片豬肉上 布滿小黑點名中PO文描述 覺得很恐怖 很怕買到染病豬肉 不過專家分析 其實塗在過程中 電載時的電流不夠強 造成的淤血 並非有問題豬肉 不過直擊美食賣場肉品區 豬肉乏人問津 消費者手裡拿的 籃子裡放的 不是雞肉就是海鮮 因為豬瘟進逼人心惶惶 自己會少吃一點 我們現在都吃很少 盡量少吃豬 就改吃牛或養雞 不只賣場豬肉買氣減少 就連飯店年菜也減少用豬肉料理 除了酥脆的鮮魚 包裹糯米的嫩雞刺 香噴噴的牛蒡雞湯 和烤熟的豬肉排 業者拼年節商機 八道年菜中 只有兩道豬肉料理 如果說消費者不喜歡吃豬肉 我們是採用雞刺 然後再來就是鮮魚 大部分都雞刺比較多 六七成的銷售 業者透露今年豬肉類年菜銷量較少 就連知名銀行的尾牙 上桌上吃的不是魚 就是雞 14道料理中 只有兩道食用豬肉烹調 主因疫情儘管未在國內爆發 但還是引發不小的恐慌 政府防疫把關 真的要再加強 解順銀行銀行台北報導 請大家估計 參與! 比如說